在這裏宜蘭羅東有一間外南宵食店 最近拍出說民眾吃到到地的 宅舖還發生的情景 現在有可能是十部中毒君子 有案件 九旦已經有三十個人通報 衛星球表示說初步調查之後 發現約這裡有跟親的 還有認識的問題 南宵會的問題 已經下令停職 也啟動調查 這間買外南料理的店頭 替民室都逃逃的來 暫時停職 因為從十五開始 就連雙團出民眾去吃飯之後 出現土和流氧還發生頂頂的症狀 那像是十部中毒的君子暗驚 各自給醫生看後 都已經回去處理休息 機場的部分 其實有一些的缺失 環境上的缺失 我們除了開立一些限改的部分 同時我們勒令這個業者停業 以南官衛生教 初步去這間在路動的店頭調查 發現約這裡的清潔 跟社會的實材並沒有分開管理 沙灘也沒有完全壓到 有的實材放在土壺上頂頂的確實 雖然約這裡就要停業 客棟調查 要來瞭解民眾 是不中道真正的原因 因為是有經錯不知道是不是生菜 生菜的問題 覺得環境怎麼樣 環境衛生 環境是蠻出來的東西 是蠻乾淨的 但是他很多條料都需要 你自己去吃 附近的民眾表示 有聽說像是這間店 他們的蔬菜出問題 不過真正的原因 要是要單調查的結果 另外有去這間店吃飯的民眾說 他在那裡吃豬肉和粉 跟擠木瓜沙拉頂頂 也有出現落寫的情形 豬肉湯 對 豬肉和粉 然後越南煎餅 還有一個青木瓜沙拉 我們自己是比較懷疑青木瓜沙拉 但是就是簡易差異還沒出來 現在這間店有在人邊擠法工庫 把消費者賣給失礙 也強調說絕對不會得到這件 請客客把酒意的收據撈掉了 後適合醫療的進步 跟背上相似的事情一定會來負責 接下來 中海報道